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是TOMA 今天呢我們要到柯卡國家公園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只要按下訂閱喔 我們影片要開始囉 其實我自己搭過 其他的心態出來 不溫泉 待會我們就要去拿 271階級 下一張好位置呢 示範 在以前 古代的羅馬人呢 他們非常厲害 利用柯卡 這個牆壁的水間 這個河道 然後 轉動這個石摩石子 可以做古物的模仿 或者是天然的洗衣機 就是用柔房子 來做什麼 在我身後呢就是 柯卡國家公園的一個客戶 總共麵團呢 有團6公斤長 克羅埃西亞的橋場 把柯卡國家公園 跟我們熟悉的16湖 當作公園 不過這邊呢 算是小而 精美的一個地方 我們再去看看 這裡還要寫不同的程度 在這裡 柯卡國家公園呢 是位於斯本里克的上樓 所以來到這個國家公園 除了你可以搭車來的話 也可以在斯本里克搭船過來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那它這個裡面的水質呢 克羅埃西亞是很多的 石灰岩所塗成的嘛 所以石灰岩 那樣這個河水 衝擊變成很多的碳酸蓋 再加上 仙胎啊 跟水草的反射 融合在一起 所以讓整個湖國呢 變成非常的綠洋 超級的非常有層次的變化 這整個河道 很多大大小小的瀑布 城鎮底底總共有17個瀑布在這邊 不過呢 這裡還算是克羅埃西亞 第一個小小的國家公園 現在因為是克羅埃西亞的夏季 所以呢 柯克國家公園 有非常多的人 會因為夏天天氣非常冷 可以在游泳 湖跟玩水 現在如果帶16湖的話 就可以沒辦法這樣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開心 今天遊客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多 好 客卡国家公园里面除了有丰富的水量之外呢 这里的生态也是非常多 像湖中都有很多的鱼 然后它路上还有蜻蜓跟湖岩 真的是还蛮值得来这边游玩的 走一圈大概需要一个小切 完成这一趟国家公园的散步行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快帮我按赞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